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Patric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绝对是非常好的网站 而且还是本地的网站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来做一键代罚 它其实跟Kumotan Drop a specific value to you 是非常的类似 但是它的产品比较多 Kumotan它有收费 那么这个网站是完全免费 完全免费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网站来做一键代罚的生意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要签任何户口的话 我的描述栏里有连续 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 sign up 一个户口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是什么样的网站 它就叫Dropshippy Dropshippy.com 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么这个是你看它 100% local supplier shipped from Malaysia within 24 hours 一天里面出货 然后Readystock 这是我们最看好的一部分 Readystock 那么如果你要签一个户口的话 免费的完全免费的 描述栏里我的链接 你可以去签一个户口 好 好 好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 它的产品是蛮多的 然后它还有一些statistics 玩的时候多少个新 多少个新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哪一个产品 可以卖哪一个产品 我们的competitor 特别多 好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了 好 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演示一下 好 我给你们演示它 到底要怎样做 你才可以把这些产品 放在你的shopee上去卖 好 好 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怎么做 才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Dropshipper 好 首先我们要先 当然要签一个户口了 签完了之后你们点这个 这个部分 好 就来到这里 然后你去Dropships Marketplace 好 那么它有support两个平台 两个平台 那么你要先 啊 接通你的shopee的shop 或者是lazada的shop 好 你点一个new authorization 好 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要求你 啊 log in 啊 我们就用这个咯 啊 啊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账号 啊 点一下 confirm authorization 好 啊 它就好了 啊 然后它回来 它就出现这样子的东西 意思是说 你你已经connect了 啊 你一定connect了 你就可以开始信你的那个产品 啊 产品过去你的 啊 shopee的shop 好 你的shopeeshop 连结了之后 那么接下去 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去找产品 啊 产品来信到我们的shopee的shop 好 我们点这里啊 products 那么你如果有啊 想要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search 啊 不要的话 你就可以看你要什么 什么样的category 啊 category 你可以点进去 那么它就可以扩大 啊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category 那么我这边我就选一个polish 就好了 啊 polish 我想买一些car polish的东西啊 啊 啊 我就 啊 大概选一个啊 我们试一下 啊 我们看这个 OK啦 52.1 不错了啊 点一下 那么它有两个package 然后也这些东西 啊 当然你可以直接购买了 这边是不能的啊 啊 你可以直接加进你的store add to my store 啊 它就 这样 把它加进你的 啊 你的store啦 但是这个呢 还没有信到shopee 啊 你看它shopee是灰色的 那么它还没有 还没有信到shopee去啦 然后lazada 本本没有啦 还没有connect 啊 好 好我们就 信 把这个东西信到shopee上去 点一下 好 那么它就会给你category 你要去选咯 好 那么你就 呃 啊 这边 啊 这边 啊这个polish coding and silence OK 这个很好 category不错 选一下next 好 那么它的 啊 啊 可能会太长哦 那么你前面把它洗掉好了 好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会不会 OK 因为太长它 shopee只允许120个日 的那个 啊 title 好 那么description就没问题啦 description就放着咯 好 啊 oops 那么brand 好我们写nobrand好了咯 nobrand 啊 shipping method 那么就要用standard shipping delivery 或者是你选中的那些delivery咯 好 我用standard delivery好了 这边呢 怎样做setting呢 来 我说你了一下啊 啊 你就回来这里 你的myshipment那边啊 一下啊 sorry 应该是shipping setting了哈 shipping setting 那么你可以 选择你要的shipping 啊 啊 他他刚才dropdown的时候 他就 他就是 显示这些 这些shipping啦 所以你选什么 他就出现什么咯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 OK 就开全部咯 好 这样子咯 那么你回来这里 啊 啊 dropdown的时候他就会在这边 啊 全部在这边 好 我们用standard delivery 就让客户去选的意思啦 啊 你要用什么delivery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用JNT罢了 啊 也可以 啊 但是我先 我选standard delivery啦 啊 那么价钱呢 方便你就可以改咯 啊 啊 那么shopee listing price呢 是什么呢 啊 shopee listing price 啊 就这个package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suggested selling price 69块9 啊 但是listing price 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 啊 它在shopee那边会显示139块8 啊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voucher 给它一个50% discount 啊 变成69块9 啊 那么你就 可以很吸引的 把这个产品list在你的shopee的shop 啊 因为它有50%的discount 啊 所以人家看了 哎呦哇哇 它有50%的 哎这个可以考虑啊 啊 所以它就会 购买 有可能会购买你的产品 啊 这样子咯 就会比较吸引了 啊 这样子 嗯 当然这些东西都 都可以改了啦 都是可以改了 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 新读shopee 啊 ok完成了 啊 你看它有颜色 啊 出现有颜色的 漂亮亮亮的 logo了啊 啊 那么你回来 你的shopee的shop 你去看 myproducts 啊 那就进来了 啊 你就 你就啊 开始可以卖了 啊 啊 但是你这边你要加一个voucher 你啊 加一个voucher 啊 如果你不懂加voucher的话 你在啊 我的频道里 可以搞 可以可以找到 啊 shopee免费的marketing tools 啊 那边你去看 啊 那边你 我有时候要怎样加那些voucher 啊 啊 那么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 我们回来这里 啊 ok 那么你就信到 shopee shop了之后 你就要等它 有order 啊 有order 所以你可能可以做一点marketing啊 在 呃 Facebook啊 还是那里啊 你就可以post上去 你可以跟人家讲 哎呦 我有这个shop啊 我有卖这样的东西来 来来买咯 啊 这样子 这样子的事情啦 啊 你要自己去伯母你的产品啊 或者你 你会等shopee帮你伯母 但是它会比较慢啊 啊 你自己去伯母 啊 啊 当它有order进来的时候 啊 我们就要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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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有 你的那个 balance 啊 balance 已经有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扣除你的balance 然后它就会直接帮你出货 啊 啊 出货 它会帮你出货 出货了就完了 啊 完了之后 啊 客户收到了 shopee就会打钱给你 啊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整个flow啦 啊 所以从那边你就可以赚取一点盈利咯 但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是把 这个产品post到shopee 完了 啊 或者是最多就是 做一点promotion啊 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就完了 啊 所以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 开始的一盘生意啦 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开始 啊 这个是不错的网站 啊 记得我的链接在 啊 description 里面 你们可以去啊 点了点我的链接 然后签一个免费的账户 你就可以开始了 完全免费 啊 不需要任何费用 啊 啊 啊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赞 分享我的视频 啊 啊 然后呃 订阅我的频道啊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谢谢拜拜 我们下期见